与英特RH1的温差来到了70度之多 这个表现让我有点意想不到 如今的CPU散热器选择可谓是百话其法 不论你的预算在多少 总共有一款是适合你的选择 而且这几年不少散热器厂家也不断推出新产品 导致好像很少会看见到原厂散热器的身影了 毕竟如今只需5-60月即可买到带4热管的塔式散热器 散热表现比起原厂的铝制散热器 可谓是碾压 但有那么一款原厂散热器 至今还是获得不少人的喜爱 那就是AMD的幽灵临近Wigs Prison 纯统底座外加4热管的设计 加上有着非常好看的外观 至今在二手市场上仍旧非常火悦 要说它是最受欢迎的原厂散热器一点也不过分 但它是不是原厂散热器之王呢? 早在过去你可以这么说 但隔壁银条在12代酷睿发售之际 也推出了全新散热器系列 其中的RHE更算得上是最顶级的款式 同样也是带幻彩灯光的 那么Intel的RHE和AMD的幽灵临近 到底哪一个性能更强? 它们之间的性能差又有多少? 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这集节目 老观众都知道我本来就有幽灵临近了 所以对它的整体表现也算是有所了解 但Intel的RHE我确实是没有接触过 目前在二手市场的价格大约是在90元左右 对比起幽灵临近确实是贵了不少 可为了这期节目我还是得买下来 就当作是给背后的背景墙上个新装饰好了 到此之后不得不说这个RHE确实挺有分量的 而至少拿在手上一点也不会觉得是个便宜货 两家散热器一同对比 体积的部分是Intel RHE占优 主要还是在高度的部分比起幽灵临近低了不少 但散热器规格幽灵临近明显就比起RHE高很多了 不仅是纯通底座还带4个热管搭配散热器片设计 而RHE仅仅是带同性设计 显然在规格上是远不如幽灵临近的 灯光部发RHE采用的是目前主流的5V三昼ARGB 而幽灵临近则是12V4B或USB接口的纯上RGB灯效 这一点确实使RHE更新颖一些 但好在幽灵临近的灯光设计非常前卫 就算是没有这次幻彩ARGB灯效 整体的灯光特效放到今天也都还是非常好看的 风扇规格的部分 两家均采用92毫米的风扇 而RHE的风扇最大壮数为3000RPM 幽灵临近则是3500RPM 至于他们的噪音表现 这里我录制了一段给你们做参考 风扇的照应表现明显是RHE更好一些 而幽灵临近明显更加的草 但实测在低于2600RPM后的照应表现也还能接受 从他们的设计规格对比来看 其实不用比也知道是AMD幽灵临近的散热表现明显更好 只是我更好奇的是他们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少 但碍于这两款散热器都只配备自家的安装扣具 在不同一平台下确实也很难进行直接的对比 好在万能的某鱼就有人制作了 给幽灵临近安装在Intel平台上的手版扣具 如此一来就能够同意进行散热对比了 上次平台依旧是我一直以来用于散热器平常的配置 只不过为了配合这两款散热的规格 我将处理器的功耗锁定在150W和130W 这里还是要说明一下 微信主板在开启防吊腰后 实际的软显功耗会有明显偏差的BAR 所以这里首显示的功耗仅作为本次测试用途的参考规则 首先是150W功耗下的风扇满速测试的场景 Intel R1说完勉强达到了平均90度的成绩 而AMD New00镜则是来到了平均73度 与Intel R1的温差在17度之多 这个表现确实让我有点意想不到 而在风扇抓住调整至相同的低噪力水平后 再次进行测试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 此时Intel R1是没有办法压住150W的功耗场景 因此只能调整至130W后进行测试 最终R1以同样平均90度的成绩完成测试 而AMD New00镜同样以平均70度的成绩完成测试 对比R1的温差进一步拉开到了20度 此时我其实很好奇这个AMD New00镜 它的压制功耗上限究竟在多少 于是我再次进行风扇满速的测试 最终在205W的功耗场景下 以平均98度的表现完成测试 这个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我还是要重复多一次 这个功耗指数是存在一定的偏差 仅供大家做参考 最终的结果 有点意想不到 AMD的U00镜对比Intel R1居然有着那么大幅度的温路优势 那么你们觉得是AMD U00镜表现太好呢? 还是Intel的R1表现太拉胯了呢? 欢迎给出你们的看法 但U00镜哪怕比起R1强出那么多 面对目前随便一个几乎同价位的四热管当打风人 散热表现还是显得比较累落一些的 会选择U00镜的朋友大动还是冲着AMD原产散热器的信仰与颜值 加上目前AMD家的处理器功耗表现也确实亮眼 你别说它确实能够免向压住目前9700S 也能够那么多年AMD一直也没有更新新款的散热器 而Intel R1呢? 我还以为和U00镜的差距会是在10度以内 没想到居然会被吊打 看来还是我太高估它了 就它如此的性能表现 加上市场上的入手价也难怪同为旗舰原产散热器 却也不如U00镜那么热门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关于AMD U00镜对比Intel R1H散热器的体验相关内容 这里喊醒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当然我也知道不少朋友一直吹个新的AMD Ryzen 9系列的视频 上话物照已经在路上了 很快就会有一系列关于AMD Ryzen 9系列的视频内容 还有有兴趣的观众也不要忘了留守我的频道更新 希望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